小花下车了 到了老家了 见了吗 这是我们的小书彧同学 也到家了 到老家了 见了吗 这是我的老家 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 应该25年了吧 应该有 这玻璃都碎掉了 这老家的房子有点 有点破败了 几十年了 毕竟几十年了 再进去看一下 这边的基础设施越搞越好了 以前是杂草存生 这个咱房子谁要啊 谁卖啊 没有人会要这样的房子 知道吧 这农村的房子 这个村里面 我们两村里面有200人 200人现在村里面 就剩下四五个人在村里面住 四五个老人家 喜欢你知道吗 这个桌子你知道吗 这是我爸爸和妈妈 这妈妈爸爸结婚的时候 用的这个桌子 知道吧 get married by table 你知道吗 这个桌子应该有30年了 30多年了 这个桌子30多岁了 以前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哈 这是我们家的老房 房子25年了 应该这个房子应该有 这个房子好吗 你们 好 好 那些花 以前我们就住这 打开门呢 看一下 用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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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气推一下 那我来推开一下 这个 哎呀 哎呀 这个时间太长了 以前我们就睡这儿 小花 哎呀这个还有好多 打不开了 这个 这是以前就是我们住这 sleep here 有没有 知道吗 这是我们的老家 哎 这就是 以前我们的家具柜子 这是爸爸妈妈结婚的这个 这是爸爸妈妈结婚的热水瓶 你知道吗 几十年前的热水瓶啊 老古董了 这个 以前我们做饭就用这个做 小花 看见没有 是爸爸妈妈以前结婚的时候 就用这个做饭 几十年前老古董了 这个椅子啊 凳子啊 都是那个老古董了 走我们在外面去看一下小花 Let's go 这个东西不要吗 这个东西不用了 这个东西不用了 不用了 不带回家去 就放这儿 也很少回家 小心啊 小心 小心你认识这个吗 小花 你认识那个吗 你认识这个吗 你认识这个吗 快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你知道什么吗 打道子的 你你不玩的话是用手 用一个小小小东西打道子 我们这个用这个大道子 这个 不不不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机器啊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 你肯定没见过这个机器 打道子呢 你肯定没见过 啊 啊 come 这是我们家哈 我们家 爸爸 爸爸 我们我们这个这个房子的话吧 我们的房子有多多少年了呢 什么时候建的 今年多大了 今年30多了吧 今年20多年这个房子 应该有25年左右啊 20多年 是2000年建的吗 01年还是2000年 今年是2023年 2024年已经过了 已经2024年了 就是1999年 就是1999年 2000年 2000年 大概25年 25年的这个时间 这个房子 房子25年啊 房子25岁了这个 哎呀 这突然是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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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都是没住啊 这房子都是几十年了 这个 这门口都长了一棵树啊 好多年没回来了 你看这个树啊 本来是 我10 我10岁的时候 大概我爸妈给我建的分房 就是我两兄弟嘛 这个房间 然后那个房间 一人一个啊 一人一个 然后爸妈住了一个 作为分房的意思啊 看一下带小花 回来我们这个老家看一下 看看以前 我爸妈为我准备的分房啊 里面你看 这就是lice nice 这都是种水稻啊 种水稻 还有那个板栗 啊 我们的田 现在出租的田啊 田地出租 那小花进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25年前 我爸妈给我准备的分房啊 结婚用的哈 小花 小花是我爸妈妈 我10岁的时候 她说 给我结婚用的 我们get married 就是new house 哈哈 我10岁的时候 一家有这个吗 我们10岁的时候 准备的分房啊 哎 这是我的老古董啊 那个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小花 这是做米饭 做米饭的 上面放那个rice 这个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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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你也知道 知道 这是我们现在老古董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个是放米饭的 哦 放那个稻子的 放稻子的 放ric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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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里怎么这么多坛子 这个 这里放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放米的 放米 还放酒 酒和米 把这个买这么多坛子干嘛 这是 还是你公婆婆婆婆 以前以前老古董哈 这个坛子特别多 要放米 放粮食的哈 储存酒啊 或者是储存粮食的哈 全是些老古董的 这个 我们这个分房淘汰了哈 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淘汰了 用不了了 我十岁的时候 这个房子还挺牛逼的哈 这个娶老婆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 作为分房哈 但现在完全淘汰了 这是我们的房间 这是我们的房间 我们去楼上看一下 小花 来这楼上看一下 come on 这个楼上有点漏水啊 所以改造了一下这个 这是两层半哈 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漏水 所以又加成了加了半层 我爸妈最近这两年 但是这个砖头的话 是以前我爸妈妈 两个人 这个砖头哈 不是买的 不是基砖啊 是我爸妈妈 自己自己制作的哈 自己烧制的 然后这个砖头的话 是那个明显能看得出来 是用那个买的 机器打造的 像这个砖头的话 是我爸妈妈 那时候为了我结婚 十岁的时候 跟我们做分房的时候 亲手制作的哈 特别辛苦 这个砖头哈 好参观的差不多了 咱们中国媳妇也知道我们这个老家了 毕竟是国外的媳妇嘛 咱们还是要认一下家门的嘛 是吧 哎这是我们的房子啊 小花你喜欢我们家的房子吗 喜欢 喜欢啊 那你在这里住吧 好吧 叫你爸妈妈来这里住 没有人 有几个人哈 有几个人 抓你哈 没有人抓你哈 你叫你爸妈妈来这里住吗 我们这里也反正 这个村都没有人住 你叫你爸妈妈来住 我叫你爸妈妈来住 yes 我叫妈妈来爸爸来这里住 来这里住啊 好的 这是就是我们的一个村哈 都荒废了 这样都去城里面住了 200号了哈 基本上现在是没有一个人 在村里住了 就剩下三四个人在村里住吧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村的面貌哈 还是放下来 环境还是相当的ok的哈 这是伯伯的房子 这是我伯伯的房子 这是我伯伯的房子 这是刚才去我们家的大宝 大宝 伯伯的房子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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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房子 他打了个压水井 啊 伯伯的房子新做的 这是什么是个床是吧 这是一个古董床是吧 这是大宝的一个古董床啊 这个床真是牛逼的床 床的床板这么厚这个 这是床 这床这是个老古董啊 这个还是几 不能说几百年吧 几十年前流行这样的 花板床 这是我大宝的床啊 特别厚啊 这个床板特别厚 这老古董呢 老古董 老古董 你搞了个厕所 我看到厕所了 以前觉得这里挺大的 觉得我们村挺大的 现在觉得这个村特别特别小哈 这里还有一棵果子树啊 琵琶树 ok let's go吧 回家吧 这里很多吃的东西 很多水果 去哪 去哪 橘子树 那橘子树 这里有橘子树 不吃橘子了 走了 咱们回家了 今天我们看了一下 爸爸带小花 带小花来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那个 看了一下我们这个 看了一下我爸妈以前为我准备的新房 结婚用的新房 那橘花 我们下期再见 哥哥姐姐们说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